今天是大年三十 在贴完对年拜完祖先之后 突然想起来还有一个评测要做 大家好欢迎来到消费者说 在这个大年三十之际 我们拿到了一款最新的手机 它搭载 一二三四三十六核龙兴 噢不对麒麟 川天喉三十六核处理器 采用了最新的百分之百真全面屏设计 双面全面屏 一面科技一面艺术 然后搭载的是最新的 国产骄傲的轰帕系统 轰帕轰帕这个系统 然后据说是用打火机充电十秒钟 然后轰帕三十秒 就是续航时间有点短 就是说的再好都没有用 那它的用户体验到底怎么样了 我们现在就来干一下了 只要12块钱 可以说在最新的全面屏手机里面 算是非常非常优惠的价格了 这个在哪 点火 放这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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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放下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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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倒下 放下 放下 其实我知道大家很多人都住在城区不能放鞭炮 但是如果过年都不放鞭炮的话 那跟咸鱼有什么区别 OK 所以说怎么讲呢 祝福大家在新的狗年里面 旺旺旺 然后合家平安健康 然后18年财运好 桃花运好 然后所有的善恶政协都能抱有应得 好了谢谢大家 祝愿大家过年快乐 你朋友了 你朋友了